這個水龍頭在使用下方出水的時候 上方的蓮蓬頭也會不停的出水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們今天這個水龍頭有一個問題 就是在使用下方出水的時候 這個蓮蓬頭會不斷的漏水 就像各位在片頭看到的那個情況一樣 切換到前面出水 然後上面的蓮蓬頭就不停的滴水 如果要在下面洗個東西洗個抹布 你就會被淋得滿頭濕搭搭的 我們今天就來分析一下這個問題 看看能不能解決它 今天會用到一些我們之前已經介紹過的有關這個水龍頭的知識 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我之前的影片 第一個影片有拆解這個水龍頭 包括這個分水桿 然後介紹一些水龍頭的設計 分水桿的設計 這是一些非常基礎的概念 第2部影片 算是分水桿的補充影片 有拆解分水桿 順便幫分水桿上游 讓這個分水桿比較滑順 另外也有回答一些網友在下方提問關於分水桿的問題 第3部影片是我比較早期的影片 所以影音跟剪輯方面不是那麼的理想 大家多單待一點 這一集主要就是如果你要更換整顆水龍頭的話 可以參考這一集的影片 我的頻道主要是在跟各位分享一些 一般普通人能夠上手的居家水鏈方面的 維修以及知識 另外也有一些分享比較常用的一些電動工具 有需要的話可以點擊影片下方的頻道名稱 進入頻道首頁 播放清單裡面都可以找到我所有的影片 各位既然都已經進來了 就麻煩各位 訂閱開啟小鈴鐺 按讚分享我的影片 這是對阿寶頻道最好的支持與鼓勵喔 自己一個人拍攝就是這麼麻煩 沒辦法一邊操作一邊去控制攝影機 我們現在拆下來了 等一下各位可以看 這個就是前方下方出水 靠牆壁這顆就是連接蓮蓬頭 等一下水如果有從這邊流出來 就表示有從連蓬頭漏水 我們現在再做一下測試 先把拉桿壓到最低 就表示從前方出水 我們來看一下 有沒有這個地方一直冒水出來 再來測試一下 如果從連蓬頭出水的話前面有沒有問題 現在連蓬頭出水 現在連蓬頭出水 但是前方這邊沒有出水 所以我們可以發現當這個拉桿拉起來的時候 運作是正常的 但是當它壓下去的時候 它就沒有辦法完全止住這個往連蓬頭的水 怕新進來的朋友不明白 我們快速的說一下 它內部是分為上下兩層 所以當我們把拉桿拉起來的時候 它裡面的橡皮 就剛好卡在中間隔層的那一個出口 把水擋住不讓它流到上層 也就不能流到前面這邊來 所以就會全部的水都從連蓬頭出來 當我們把分水拉桿壓下去的時候 裡面的橡皮 就會擋住這個連蓬頭 裡面有一個口 讓那個水無法從下層連蓬頭這個口出來 水就會往上跑 從前面出來 運作原理大概是這樣 所以目前我們的測試 拉起來運作是OK的 但是壓下去呢 它沒辦法完全止住往這個洞的水 我們先試想一下 假如橡皮有壞掉 或者有破損 應該往上它也沒辦法止水 往下也沒辦法止水 所以我們先初步排除這個橡皮是因為壞掉或者破損 再來 當我在拉這個拉桿的時候 拉上來 可以很明顯的感覺到橡皮有頂住上面的出口 但是當我壓下去的時候 感覺這個蓋子好像頂到裡面這一根東西 我們可以來做一個進一步的測試 把這個帽子拿掉看看感覺有什麼不一樣 現在把帽子拿起來 主要是要讓這個分水感的橡皮 能夠確實往下頂到連蓬頭的出水孔 有可能因為這個帽子設計的關係 當它壓下去的時候 這個裡面已經頂到這邊 所以橡皮沒辦法更往下頂住那個出水孔 我們現在把橡皮壓到最下面 測試看看水會不會再從這邊出來 我們可以看到水還是會從連蓬頭這邊出來 其實我有點印象這個水龍頭在新買來的時候 它就有這種現象 這種不太確定是設計不良呢 還是橡皮跟它設計的不匹配 或者是怎麼回事 反正這一顆水龍頭是便宜貨啦 不是有牌子的那種 那個售買這顆水龍頭主要是看它是不鏽鋼材質的 因為之前不是有在說銅的有食安問題嗎 不鏽鋼的比較沒有 反正我就是買一個回來試試看 但是我買的是那種雜牌的 也沒有牌子的 經過我們這些小測試看起來 並不是因為帽子的關係 那這下子我們就比較麻煩一點了 在分水桿2那集影片裡面 我們有分享過一個在橡皮上面纏紫屑膠帶的方式 或許這個可以嘗試一下 在我們更換橡皮之前 如果再不行的話我們今天這個維修就失敗了 我們先把下面這個頭先拆下 把分水桿拿出來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 它的內部就是這樣子 它這個桿子上面的橡皮就是會塞在這邊 防止水從這個洞流過去 但是我這樣子看起來 它真的是有一點點設計不太良 因為這個螺絲頭頂到了下面這個頭 所以導致這個橡皮跟這個頭之間 還有點縫隙 一種方式就是在我們在這個橡皮的地方 纏上紫屑膠帶 讓這個橡皮的部分變得大顆一點 肥一點 說不定可以解決 可以讓這個東西這樣子密合 或者我現在手上有多餘的橡皮 換一個新的橡皮看看 因為它這個橡皮感覺有點薄 我這邊拿我手上有的這個橡皮來看一下 感覺上並沒有肥很多 所以直接換橡皮不一定有用 我們還是先用紫屑袋來試一下看看 我這邊稍微研究了一下 這個螺絲頭 跟這邊的這個洞 它大小密合 所以等於是說你要對得非常的準 這個橡皮才能跟這個頭密合 我在懷疑它這個水龍頭 設計沒有很精密 公差做得有一點大 導致水從橡皮跟下面這個頭之間露出去 我現在又把拉桿跟帽子都裝回去 要對著下面那個頭對得非常準的時候 其實它橡皮應該是會要有作用 所以我們再來測試一下 等一下我們壓下去 如果對不準的話 我們搖晃一下這個桿子 各位可以看一下這個桿子 有稍微一點活動空間 可以這樣子左右晃 所以我們等一下壓下去之後 可能需要左右晃讓它對準那個孔 看一下效果 左右晃之後讓它對準之後 它好像就沒有漏水出來 目前發現這個問題好像暫時解決了 我們可能再觀察一段時間看看 看看後續有沒有什麼變化 如果問題再發生 我們就使用這個紫屑膠帶 纏在那個頭上面試看看 如果各位有遇到類似像這樣子的問題的話 可以用這個思路去思考 看看能不能解決類似這樣子的問題 我們今天的影片就跟各位分享到這邊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請記得幫我按個讚 分享我的影片 我們下次見 拜拜